大家好 今天是18 星期三 首先帮教一下市场额 市场由于日本市场额 也不是流入不太多 就是這樣 再次我們看看 升的板塊裏面 比較不太多 能夠有煤體、煤炭、天然氣、半導體 以及其他 還有一個綁織 這些都很小的 我們看看地產是到這裏 銀行就在哪裏 銀行、銀行、銀行、銀行 銀行和銀行 銀行都在這裏 銀行相對表現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再看看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就是 比亞迪今天大熱 原因是他公佈的業績 競秋爆棚 真是比較好 這裏要講講比亞迪的問題 比亞迪 其實我自己覺得 接下來這裏 都是可以做一個 基本的投資的情況 主要就是靠他 去賺價 不要想著賺息 因為他要把很多錢 投資 最主要要記住的 以靠北斐 eines 是靠北斐 Hasta 乓下的 這個者 MICHikan 不能算拠 那不嫉妒 균宝達 低位置便可接應 高大 給亞迪 這些紈 staggering 會有 parab mean 雖哥 如果非得於太 Biden 總而是Ты 這是政治壓力的原因 美國人想除了芯片 為什麼要製造芯片呢 壓制中國芯片 其實是捏你的經濟 芯片如果不能捏你的經濟 你不要看見它捏你 就是殺蟑螂 因為殺蟑螂的藥 對中國經濟沒有影響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中 最主要就是 這個一定會將來打壓 遲些的話 還可能會怎樣呢 比亞迪的車 又不容易賣得到美國 我估計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到時候又說 補貼等等等等 這樣就來打壓 歐洲方面也可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所以這個是需要日後的發展 除了歐美之外 比亞迪的車可以賣得到 最主要就是 看看第四個電池 在充電方面 能不能做得到好 假設它能夠發展到太陽能的 或者等等 不需要太陽能的充電 這樣就比較容易 真的好 這一點呢 沒有辦法 等發展 其他都是很小的 而入營生物 跌得多一點 其他就沒辦法了 好嗎 好了 我們看看 其子 其子方面 也都暫時似乎 在這個中軸上 是站得穩住的 那這裡就希望 可以在上面 始終在上面 182 下面這裡是172 這裡做一個 就是阻力和支持位 我個人傾向比較 就是它會有機會上升到這裡的 那麼上升這裡的時裝管 有很多東西要說 可以看看 如果我們看 由這裡開始 由8月開始 下來的話 第一 他們已經很早 已經是 升破了這個 下降軌的了 那麼 如果我們也都 以這個來看的話 那麼 很簡單 升破了這個 保力加通道 就是這個 182 左右 如果我們在這裡 又將會突破了 是成為 這個 兩條下降軌 都是升破 那麼 我們現在看到 這裡是120 如果這裡升破了 也就是這個位 那就不要了 最好是升破高一點 這樣的話 時之中 我們看到 就是 這裡 這裡 我們是不是好像 可以成為一個 大的 這個 所謂的 蝕營 走勢 以及這裡 是三底 如果升破這裡 就是三底 這個阻力位 是很大的 所以去到這裡 是會又回回來 如果這個 突破了之後 那就不用想了 那麼上面 可以看看 多少呢 又發夢了 好不好 又發夢了 我估計 就應該可以 步回到這裡 到這裡 是二萬左右 那麼 很多人會問 可不可以這樣發夢呢 其實可以的 是可以的 其實至今年四月 中央說出 要穩定金融市場 就已經推出了很多 是 我自己個人認為 是很市政 是要針對股市發展的東西 那麼 我遲些再再有篇文章就講過了 其實在那時候 我已經發背了一章 我已經寫過文章 不過之後 你看到他最近做的事情 嘩 真是不得了 第一 還有一件事 不讓你胡亂沽空 第二 要求 你盡量鼓勵 我自己用鼓勵 那兩個字 很多的央企和民企 配合國家政策 要有回購 再其次 要求你 有些是 派回購股票 就是你註銷了股票 那註銷了之後 你就是那個 是 這個return on equity 是比較高了 那也都要求其他就是 銀行方面 要讓利 又支持樓市 我們看到最近的出口數字 又比較好些 所以今天出來的GDP 都會覺得 啊 超負市場預期 超什麼負市場預期 應該就是這樣 所以 在這一點 我自己覺得 這些東西是慢慢會好的 當然 這個世界上面 有其他東西 是不讓你好的 這個就叫做美國 東國 亦都在打仗 伊巴達了 Prevention indo volver 湖aran 應該會mente 會難受到 耳朵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美國和歐洲哪裏有空支持你這麼多錢去打仗 不過現在我們需要留意一件事 美國仍在花很多錢去打仗 所以我們進入了一個經濟 這個經濟是甚麼? 不是QE經濟 因為安理美術局正在加息收信 我們進入了一個戰時經濟 最發達的是軍火箱 不是賣麵包牛油的 人民生活會痛苦 但是軍火箱會發大彈 我們將很多的資源 或者美國會將很多的錢 丟掉到炸彈裡 而不是丟掉到雞蛋裡 這一直都是經濟學上說的 牛油與大炮的取捨 現在美國政府取捨了大炮 因此牛油方面不肯兼顧 很幸運 我們都不需要這樣 受到這些大炮戰爭的經濟威脅 不過不是沒有的 是會有的 全世界將會將資金消耗了它 消耗了 因為炸彈就沒有了 我拿來工廠 拿來養隻雞的話 雞就會生蛋 工廠要招聘工人 這是一個財富的遺滅 我儘管在這裡說 我們現在進入了戰時經濟 影響很大的 那戰時經濟會出現什麼呢 一個歷史 漢武帝 他是透過文警二弟 和他本身之後 累積了很多財富 當時說到多到 凌鑼囚斷 棄諸於地 當然是國父 那村銅錢的繩 都煤爛了都用不到 一路打兇爐之後 雖然是有戰績有成效 但最後是國父空虛 漢武帝最後是需要輪台下召聚己 說自己貞罰太多 使得這個國家人民貧困了 由他一手帶出來的財富 由他一手摧毀 由漢武帝之後 就出現了 漢室的中衰 美國 他們歷史時間不多 沒有戰爭在他本土發生過 他們叫做不識死 但是財富的毀滅 是當來扔炸彈就出現了 這個呢 你會出現了很多很多東西 在兩個月之內 拜登已經高了美國的財政 是六萬億 錢從哪裏來呢 所以留意留意留意 全世界都會因此而窮 有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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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 就不是兩個人 都會吃兩宋飯 對嗎 好了 我們今天看的 始終會是甚麼呢 看看有甚麼股票 我們就可以留意一下 一個類似九龍倉集團